第四百二十七集 汉纪四十四 汉帝杨家三年 贾须公元一百三十四年 夏季四月 汉朝驻车师后王国的车师后部司马 率领后王国国王加特奴 在昌吾路骨向北匈奴发动突然袭击 大破被匈奴俘虏了蝉鱼的母亲 五月初四顺帝下诏 因春季和夏季连续大汉大赦天下 顺帝亲到德阳殿东乡院庭院中 露天而坐祈求上天降雨 因尚书周举才学兼优 顺帝特就此征询他的意见 周举回答说 我曾经听说阴阳避阁 则二气一定闭塞不通 陛下废弃了文帝光武帝所建立的 朴素节俭传统 而殷袭促使秦朝灭亡的奢侈欲望 使宫廷内增加了许多怨恨的美女 而宫廷外却增加了许多已到婚龄而不得婚配的男子 自从发生大汗以来 真正过去一年了 而没有听说陛下有改过的表现 徒劳至尊之体 漏作封尘实在无异 陛下只是在问题的表面上下功夫 不去寻找他的实质所在 犹如原木求鱼 也好比向后倒退 却像前进一样 于事无补 应该诚心诚意地割除弊政 遵守先王制定的规章制度 改变目前奢侈腐化的混乱局面 放走后宫中未曾照性过的美女 省去御膳房制作奢侈菜肴的费用 《易经》上说 天子为善一日 上天立刻以善来回报 请陛下留意才多 顺帝再次召见周举 当面询问朝政上的过失 周举回答说 应该慎重地任用官吏 铲除贪污 疏远坚硬 顺帝又问 谁是贪官无力 谁是坚硬之臣 周举回答说 我从下面的周刺十府 被着升到掌管朝廷机密的上书台 还没有能力辨别群臣 然而 在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中 凡是多次改于 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的 是忠贞之臣 而阿谀奉承和随身附和的 则是坚硬之臣 太史令张衡也上书说 去年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大地崩裂 土地崩裂象征着权威分割 地震象征着人民受到惊扰 我深恐陛下厌倦处理政务 政令不专由自己决定 或者不忍心割断私恩 导致与众人共享威权 然而 威权是不可分割的 恩德也是不可共有的 但愿陛下考虑古代君主所制定的规章 千万不要使行得八种权柄 脱离帝王之手 然后神圣的威严就获得充实 灾意就消失而不再来了 张衡又因为东汉王朝建立以来 儒家学派的学者争相学习 图伪这种神秘的预言书 于是尚书说 春秋元命皮艺书中 载有公书班和末渠 他俩的事都发生在战国时期 又提到了别有益州 而益州的设置是在汉代 并且刘相刘新父子 主管皇家图书馆 教定群书 查阅审定九家学说史 也没有发现 称鹿这本书 由此可以推断 图称成熟于挨底平地之计 都是虚妄之徒 用来欺视盗明和骗取钱财的 欺骗的意图非常明显 而朝廷却没有加以查尽 而且律力 挂后 九宫 风角所作的预测 曾不断应验 世人不肯学习 却争相称赞 称伪之术 正犹如画公厌恶 画狗画马 却喜好画鬼怪 确实是因为 实在的事情 很难画好 而虚无缥缈的东西 可以信笔乱化 因此 对图称这些神秘的预言书 朝廷应该加以收缴 一律进决 这样 朱色和紫色才不会混淆 圣人典籍 也不知受到玷污 秋季七月 中枪种首领梁峰等 再次进犯 陵西郡和汉阳郡 顺敌下诏 任命前任护枪校尉马贤为业者 负责镇压和安抚中枪人 冬季十月 护枪校尉马旭派兵进击凉峰 将其击败 十一月十一日 司徒刘奇和司空孔福 军被免职 这是由于顺地采纳 州举建言的结果 十四日 着生大司农皇上为司徒 光禄勋 河东郡人王卓为司空 因耿贵人 多次为他的娘家 向顺帝说情 于是顺帝 封耿宝的儿子耿姬 继承其父为 母平侯 四年 己亥 公元一百三十五年 春季 北匈奴忽掩王 侵犯车师后王国 顺帝 命敦煌太守 发兵救援 战事不力 二月十六日 首次允许宦官 以养子继承绝位 当初 顺帝之所以能够恢复地位 是靠宦官的力量 因此 宦官得到皇帝的宠信 参与朝廷的正式 律使张刚上述说 据我考察 文帝和明帝 德行教化 最有成就 而当时的忠常事 不过两人 对宠爱亲信的赏赐 不过黄金数金 珍惜经费 关心人民 所以百姓家家富足 可是近几年来 没有功劳的小人 都得到官路爵位 这不是爱护人民 重视国家 顺应天道的做法 奏张成上后 顺帝不理 张刚 及张浩的儿子 发生旱灾 业者马贤进击 并大破 中枪中人 夏季 四月初五 太尉失言被免关 十九日 卓生 执金武梁商 为大将军 任命前任太尉 庞参为太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